中国愚言 王法之监制 我们这个中国愚言节目 是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愚言 除了将原文朗诵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兰博士 分析他的节理 今天所选的预言 是出自柳河东习的子人传 和出自玉莉子的东海皇宫 《子人传》 陪丰叔之帝 在光得利 有子人款旗门 愿容激语而处言 所迹尋忍 规矩 承默 家不居隆卓之气 问其能 若 善度财 事动语之制 高深 圆芳 短长之矣 指使 而群 功亦 言 舍我 众莫 能 就一语 故食 于官府 受六三倍 作于 师家 无收其直太半言 他日 入其失 其藏 缺足 而不能理 若 将求他功 于甚少知 为其 无能 而食 六 贪货者 其后 经 北运 将 识 官处 于 往 过 言 伟群材 惠 众公 或 执 斧 斧 或 刀 具 皆 还 立 向 之 指人 左 持 引 右 执 仗 而 终 楚 言 梁 洞 雨 之 任 事 目 之 能 举 揮其 仗 若 虎 比 执 者 奔 而又 顾 而 子 若 据 比 执 据 者 催 而 左 而 跟 者 卓 刀 者 削 皆 是其 悉 至其 言 莫 敢 自 断 者 其 不 升 任 者 怒 而 退 之 亦 莫 敢 混 言 或 弓 于 岛 迎 赤 而 曲 晋 其 制 继 其 豪 尼 以 扣 大 下 无 晋 退 言 会父 我张美军 我 这局我输了 扣卿的确好企 老爷 有人求见 是谁 他说是来租光德里的屋 请他进来 是 老爷 妹夫 你想租光德里的屋出去 是 反正空置没人住 收多少租金也好 那就要选个老实人才好租 是的 老爷 就是这位先生 我姓培 是光德里的屋主 这位是我的扣卿柳先生 请问 好 我姓杨 叫做阿潜 我想来向阿培先生租屋 杨先生做姓杭的呢 我是做建筑的 因为在光德里附近 我接到一宗工程 都要整年才可以员工的 所以我想在附近租一间屋住 方便一点嘛 是吗 那就是的 我呢 那些工匠就做不成一间屋的了 所以替官府做工 我得的薪水 就是一般工匠的三倍 如果是替私人做工呢 我收的工钱就全数的一大半 但求方便 我不介意多出一些租金 那我就要一两元租金一个月 没问题 那我们一言为定 好 妹夫 怎么这么巧 是啊 扣兄 我来光德里收租 如果扣兄没什么特别事 不合一齐去 好 来 这间屋就是了 来… 找哪位 我是来找杨师傅收租的 杨师傅出去了开工 不过你快要回来了 你进来坐一会儿 好啊, 麻烦你 请坐…两位 我去斟责 不用了 这位杨师傅也挺随便的 家私杂物也破破难难的 这张桌子还断了脚 是啊 两位请用茶 谢谢… 对了, 阿伯 杨师傅很忙的吗 早出晚归 伯伯 这张桌子断了脚 不得了 是啊 是呀 杨师傅说 将来找人修理他 啊 以杨师傅来说 照计计弄一只桌子 举手之努 只要找人 要找人 杨师傅是不会弄的 前几天他把床都破坏了 他也是找人回来弄的 阿伯 我们还是不等杨师傅了 好, 我们去工地找他 好, 请便 舅兄 想不到杨师傅是个这样的人 他说他自己是建筑师傅 没有他就建不成屋 但是连搏一张桌子也不懂 世间上稀世道明的人很多 我生平最看不起这些人 来到工地了 杨师傅就在那边 阿寶 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那张图籍 刚才我都向你解释很清楚 你为什么把这里弄成这样 好了, 这里不用你做了 你去那边拌泥水 是, 杨师傅 好 阿昌 来 来 那些木削得怎么样 削得很小, 杨师傅 全部都是依照陶侧的尺寸 是呀 是呀 那你和阿寶收拾一下 好 我呢 杨师傅指挥的工人都挺淡定的 那些工人都很听他说的 嗯 嗯 那边挂着一幅图 可能就是这间屋的图籍 啊 妹夫, 我们过去看看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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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猜不到吧 这张图即不过一尺建坊 就将整间屋的规模和建筑的要求 很详细地注明在这里 而且计算得丝毫不差 根据他来建筑的一间屋 就一定极为完善的了 嗯 是 这张图真是很精细 好 等我找个工人问一下才行 这位仁兄 这张图是杨师傅画的? 啊 是啊 画得挺精细的 哎 当然啦 杨师傅很聰明的 他计算得很准的 如果没有他 那间屋就建不成了 不过 他好像很大脾气那样 哦 那也不怪他 是我们做得不妥当 我们个个都很服他的 阿宝 不要啊 过来啊 哦, 来啦, 来啦 两位失陪了 杨师傅叫我 杨师傅真是有他一手 唉 我真是惭愧 竟然会因为杨师傅 不懂得修补一些简单的家具 而漠视他在建筑方面的才能 简直太过区于小字了 柳中原这篇子人转非常有意思 柳中原这篇子人转非常有意思 这篇子人转的某些专业技术人士 在以前来说 当然地位不能跟文人相比 现代不同 借他们的说话 表现一种人生道理 而这篇子人转 就另外一个这样的境界 这个建筑工人的班头 实际上今天是建筑设计师 他充分表现一个 所谓劳力阶层之中的劳心的领导者 有一个长时期 孟子那句著名的说话 所谓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治人 治于人者治于人 被人批判反对到不留余地 认为知识阶级 压迫劳工阶级等等 其实事过程前我们看清楚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是策划、设计、管理 事实上是需要我们更高一层的智慧 当然我们很重视劳力的价值 劳工神圣 但是问题 劳工、劳力 是不是单止体力劳动呢? 智力劳动算不算呢? 现代有些人就像一种妥协的说法 或者经过了几十年的波浪之后 就说知识分子都是工人之一 这个工人我们可以说是广义的工人 工字本来就是由规矩而至巧的意思 如果我们人类的文明时事 都停留在这个劳力的状态 如果我们人类不能够想一些好的方法 将人的厌护性、新劳性的体力劳动 是减到最少 将人的时间放在另外一些更有意义 或者更快乐的事情上面 人类的文明可以说并没有进步 而事实上 同是一组的劳动工人 那个策划、设计、管理是否得宜 我们是现实的历史 眼前的很多事实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如果我们还轻视那些策划、设计、管理的人 就真的如不可及 你看这个柳宗元这个故事 写得很生动 他那些起码的东西 好像他完全不操意甚至不行 令人怀疑他是不是 他就叫做建筑那行三行 他自己的床都崩崩烂烂都不整 谁不知一到他 发挥他的长处 在策划、设计、指挥、约定之时 确是整个大象风度 当然这里描写一些好像宰相之才 我们常人说 所谓宰相道内好参船 不单止是指他宽容大道 主要是指他能够知人善任 他是一个总经理人才 他本身不一定在个别的事情上 有他特出的成就或者特殊的表现 但是他善于组织各人的专场 来共同构成一件伟大的事工 这种领袖人才就更加难得 这个指人传是一篇极好的文字 东海王宫 安其生得度于知浮之山 安其生得度于知浮之山 东海王宫建而募之 为其神灵之在刀言 涉而佩之 行御府于路出刀已隔之 忽胜为虎所食 王公 这只老虎真是这么难捉的吗 是的 这只老虎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狡猾 我出尽办法都捉不到 王公 这么久以来东海一带 如果有什么毒蛇猛虎为患 都是由王公你出手制服的 为什么偏偏这次会捉不到这只老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年轻到现在 大大小小的老虎都不知道捉过多少尺 就是捉不到这只 王公 会不会这只老虎有虎残虎身 我用酒饭制过 一样没效 捉不到这只老虎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王公 什么 听人说 安其生在知浮山得度成仙 为什么你不去求求他 是的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一如去知浮山找安其生 前面有个人 白叶飘飘精神霍少 先锋道骨 难道就是传说中 在这里知浮山得度成仙的安其生 嗯 他坐在一块大石上面 握着一把红色的刀子 指挥着一只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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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 走去那棵竹树脚 担我的陈佛回来 嗯 做得好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先来 来 过来左边坐 乖乖乖乖 这么有空 为什么不去找翠玉大仙捉下棋 老虎 跟我来 是 眨下眼就不见了他了 哈 安其生 不愧是神仙 握着把刀子 就令到只老虎貼貼伏伏 咦 他留下把刀子在石上 好 等我拿它回去先 哈 哈 哈 我有了这把神仙刀 以后还不用怕老虎 嗯 这就是老虎出没的地方 老虎呀老虎 好 看下我怎么收拾你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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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聽話,是嗎? 你看看這把是什麼來的 救命啊! 這個東海皇宮令我們想到,其實真正的法力 法力無邊,是在那個拿刀的人,不在那把刀本身 想起那些奇妙的刀,當然令我們現在多看武俠小說 多看電影、電視故事,就聯想起那些屠龍寶刀之類 據說這些寶刀,駕駛的人都不利 無他,因為你自己在武俠行中有把刀 等於現代人持有那些核子武器,特別有威能的東西 另一個人一定會眼紅,一定會殺而奪之 像此焚身,當事人再黑,一定會遲早中計 可能是身敗名裂,或者是身家性命財產不保 就因為有這樣的寶貴的東西 所以如果自己本身的功力、法力不夠 手頭的東西越有理,就可能越像此焚身 因此,譬如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如果自己的生產力量、全面的國防力量 或者國民的智慧不夠 而自己竟然傾國之力來做這些超級武器 結果一定會亡國滅種也不奇怪 如果你本身沒有那些超級武器 人家可能用普通傳統武器去對付 如果本身有超級武器 核子武器,對方一定先下手為強 用最強殺傷力的、最厲害的武器來對付 豈不是所得的劫難更加重 所以難怪我們今天時時看新聞 有些地方很反對設立那些核子基地 恐怕都是如此 當然有時主持國政的人 要考慮全面的問題 權行輕重 所以地位高、權力重的人 有時未必是這麼快樂 那個責任也相當重 每想錯的東西 都可能是億萬人受苦 所以也要慎選一個主持國政的人 當然最好是用集體的智慧 就是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否則的話 如果少數不是那麼有智慧的人 而操持著那些東海皇宮的赤人之刀 結果一定會被各種的虎 虎,不單是現實的老虎 敵國外患都是老虎 都被人黃 所以這個故事令我們想起很多東西 網球非憤固然有不測之禍 如果自己所操持的東西、武器 事實上自己不能夠駕馭 而又引起很多後患 可能沒有更好過有 中國語言 陳耀南主持 鍾偉明朗重 招陸詞編劇 張婉蓉編導 黃發之監製 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中文字幕製作 中文字幕製作為人 參加